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Weck的第三步 计算Cost of Debt 我们计算KDAT KDAT了 好来看一下 我们将Debt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前面我们讲的比较简单 我们分成Non-Traded和Traded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还要加入一个Hybrid混合型的 好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如果是Non-Traded Debt 那么它直接指的就是我们的银行贷款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 那如果说是Traded 好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了 Non-Traded和Traded它的一个区别就是 能否在市场上流通和承让 好那么Traded Debt都有哪一些呢 我们有Iredeemable和Redeemable 不可赎回和可赎回 那么什么叫不可赎回啊 就是将来不偿还本金 而我们的Redeemable 企业是要偿还本金的 好那么除了这两种之外呢 我们还有第三种叫Hybrid 混合型的 那么混合型混了什么呢 既有Debt的性质 也有Equity的性质 这个我们叫Hybrid 那么混合型的都有哪一些呢 常见的我们的优先股 以及我们的可转债券 Convertibles 好那么我们就依照这样的一个顺序 来学习我们Webq计算的第三步 KDAT 首先我们来看最简单的形式 我们的银行贷款最直观 银行贷款的KDAT怎么计算呢 首先KD就是我们银行的贷款利率 那么AT呢 直接乘以一个1-T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KDAT 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做了一笔贷款 贷款利率是11%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KD 那已经告诉我们 Coperation Tax是30% 那么我们用KD乘以1-T 就得到了我们的KDAT是7.7% 这是最简单的形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Traded Debt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Traded Debt都包括哪一些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名称 Debentures Bonds Long Stock Quoted Debt 这些大家就统一把它都理解成是我们的债券 那么这些他们都是一个Marketable 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 可以转让的 好 那么这个词我们叫Gills 金边债券 大家如果感兴趣 自己可以回去再百度一下 这个金边债券 注意它是由政府发行的债券 Gills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关于债券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首先 Debenture 我们就用这个Debenture来指代我们所有的债券 Debenture is normally quoted in $100 nominal value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上一章当中 反复跟大家提到了 债券通常它的票面价值都是100块 如果考官什么都没说 你要马上反映 三张债券的票面价值就是100块 好 又强调了一下我们这个默认的点 那么 interest paid on Debt is stated as a percentage of nominal value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针对我们的债券 如何向债券的持有人支付利息 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根据什么来支付的呀 根据我们的coupon rate 它的中文叫什么 票面利率 那么interest paid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interest paid的怎么算出来的呀 我们用coupon rate乘以nominal value 得到一个interest rate 我们前面在上一章带领大家做练习题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过 如果说一个企业发行了一个10%的债券 马上反映出来 这个公司向投资人所支付的利息是10块钱 怎么得来的呀 10%乘以100块 所以根据我们的coupon rate向我们的投资人 也就是债券的持有人支付利息 这个大家一定要反复的会算 这是我们的第三点 再来看第四点 coupon rate强调了一下 我们的票面利率绝不等于我们的cost of debt 好 所以这个coupon rate和我们的cost of debt 大家一定不能混淆了 coupon rate是我们用来计算支付给我们债券持有人的利息的 而我们的cost of debt指的是投资人要求的回报 好 了解了什么是traded debt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irredeemable debt和redeemable debt如何计算他们的kdat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不可赎回的债券 刚刚我们讲到了不可赎回的债券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偿还它的本金 the debt will not be repaid 那么既然是一个不可赎回的 所以我们在给投资人也就是给这个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的时候是perpetuity 什么叫perpetuity啊 一直支付到可预见的未来 就是永远支付 perpetuity对应的是不是forever 好 这是我们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特点 本金并不偿还 利息是一直支付下去 所以perpetuity的计算公式 大家还能不能回顾起来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一个不可赎回债券它的市场价值呢 又出现了市场价值 大家跟我一起回顾一下市场价值的定义是什么 未来现金流以投资人要求的回报所折成的限制 so it's the present value of future interest payment 未来的利息不就是我们的未来现金流吗 discounted at the debt provider's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投资人要求的回报 这就是我们的KD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由于我们企业在给不可赎回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的时候 这个利息是可以抵税的 因此我们要考虑到它有一个tax relief 或者是tax benefit 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这个公式 首先如何来计算这个债券它的市场价值 我们的P0 P0等于什么呀 我们的interest除以我们的KD 好这个排版有点过于密了啊 好我们就这么来看一下 计算这个market value of the irredeemable debt 就是计算我们的P0 P0等于interest除以我们的KD 那么反过来我们将这个公式做一下变形 是不是可以求得我们的KD了 KD就是我们的interest除以我们的P0 那么由于我们这里要计算什么呀 KDAT 那如何计算KDAT呢 就在我们前面KD的公式这一块 分子再乘以一个1-T 所以这就是我们KDAT 关于irredeemable它的一个公式 注意了interest乘以1-T除以我们的P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xample8 先来看一下考官问什么 what is the cost of the loan notes 计算KDAT 计算KDAT 好来看一下 这个lipus has issued the loan notes of 100 nominal value with annual interest rates of 9% per year 马上要反映出来 这题目告诉我们是票面价值 然后这个9%是我们的什么 coupon rate 大家跟上我的思路啊 coupon rate 好 coupon rate是用来计算什么的 interest paid 马上要反映出来 每年我们向债券的持有人 支付多少钱的利息 每一张债券支付9块钱 好 based on the nominal value 题目很善良 告诉我们 基于我们的票面价值 来计算我们的interest paid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of the loan notes is 90 dollars 这是我们的P0 好 已经得到了我们的P0 也知道了我们的interest paid 我们的interest paid 是不是可以快速地算出我们的KD 当然因为这道题目里面 它没有告诉我们税率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算一个KD 好 来看一下P0本身等于interest 除以我们的KD 那么我们的KD就等于interest 除以我们的P0 得到我们的KD 所以算出来9块 除以我们的90块 得到我们的KD是9% 9% 好 那有同学就不要太过于纠结了 如果题目没有给你tax rate 你不要强行再去算一个乘以1减T 你就算出来这样一个KD就OK了 好 再来看下一个example What is the cost of debt and the total market value of the debt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惯例 我们还是要计算KD A T 并且我们还要计算 market value 可能是让我们去算一个什么呀 P0吧 好 那么我们来读一下题目 Henry PLC has 20 million dollars irredeemable 12% debenture valued at 90x interest 这一句话 信息量特别的大 首先大家要清楚 这个20个million 是什么 它是我们的账面价值 或者是我们整个这一些 irredeemable debt 它总的一个nominal value 总的一个nominal value 好 单个债券 它的nominal value是多少呀 100块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一个总的nominal value 可以得知我们这个债券一共有多少张 对吧 多少个number of the irredeemable debt 那么这个12%是什么 每次我们说 它发行了一个多少多少的债券 这个12%意味着 就是我们的coupon rate 这是我们的coupon rate 那我又要问大家了 coupon rate是干什么的呀 计算我们的interest paid 用我们的coupon rate 乘以单张债券的表面价值 得到我们的interest paid的12块 好 接着看 给了一个corporation rate 30% 那给了t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确定 计算的是kdat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计算我们的kdat和这个p0 刚才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 它说我们的这个不可赎回债券是 valued at 90x interest的 那么这个90它指的是价值多少 说的就是它的市场价值 那么这个90是已经支付完利息的 单个债券的市场价值 那么这里就已经给到我们p0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 我们这里要计算的是total total market valu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大家要清楚如何去计算我们的kd 我们用interest paid的除以我们的p0 是不是得到了我们的kd呀 我们用表面价值100块乘以我们的coupon rate 12%得到interest paid的除以我们这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p0等于90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债券 它的kd是13.3% 好 那么得到了kd之后 计算kd at是不是就更容易了 我们直接用kd乘以一个1-t t是多少 30%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债券 它的kd at是9.31%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计算这个不可赎回债券 它总的一个市场价值 首先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单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是90 p0是90% 那么如何计算它的市场价值 前面我们是不是代理大家也学习过了 用单个债券的市场价值乘以总的债券数量 那么如何求的数量呀 用总的表面价值除以单个的表面价值 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数量 好 所以我们这里的公式 用20个million除以每一个债券的价值是 表面价值是100块 然后乘以单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 最后得到这一些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全部市场价值18million 好 这个题我们就把它解出来了 计算kd at和计算market value 我们来整理一下 在计算kd at的时候 各个要素我们要能够从题杆当中 把它抓取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coupon rate 比如说我们单个债券的nominal value 以及你要知道用这种value的呀 或者他用了一个quoted的这些词 都意味着题目在告诉我们 接下来说的这个数字是关于它的市场价值 好 并且呢 它这里还用到了xinterest 已经支付完利息的 那么如果说come interest 没有支付利息的市场价值 大家看一看应该是多少呀 是不是90加上这个利息 利息是多少呀 12 那么如果说题目告诉你说 它的市场价值是102 come interest 那这个时候你马上要汇算 用102减去我们即将要支付的 这个12块钱利息 得到它的xinterest的market value 就是90 好 那么通过这些呢 我们计算出它的kd 乘以1-t 得到它的kdat 而市场价值的算法 我们始终记住 数量乘以单个的市价 我们就得到了市场价值 好 就是这道题 我们大家要学习的 好 学完了 我们不可赎回债券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可赎回债券 我们如何计算它的kdat 同样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跟我们可赎回债券 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赎回债券 它的表面价值都是100块 那么如何来计算 可赎回债券它的市场价值呢 这个定义在这一章当中 反复的出现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 挣着反着 你都要倒背如流 那么我们一个可赎回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 是怎么定义的呢 present value of the future cash flow discounted at the debt provider's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以投未来现金流 以投资人要求的回报 折出来的限值 就是我们这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 那么我们可赎回债券相关的未来现金流 我们有哪一些呢 大家想一想 首先我们每年要向债券的持有人支付利息 annual interest payment 第二个因为这个债券是可赎回的 那么意味着对于企业而言 它到期是要向债券持有人偿还本金 那么这是不是它的第二个现金流 好出现了 这是第一个cash flow annual interest payment 第二个现金流到期要偿还本金 我们的capital repayment 那么我们将这两部分现金流 以投资人要求的回报 kd来进行一个折现 折出来的限值 就是我们这个债券的市场价值 好这里面稍微再说一点啊 我们这个可赎回债券在赎回的时候 它的赎回价值是多少 赎回价值多少 那一般来说呢 会在企业发行债券的时候呢 就预先约定 那么它的赎回价值呢 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可能是折价赎回啊 可能是溢价输回 折价和溢价是什么差别啊 折价指的是低于票面价值赎回 那么溢价呢 是指高于票面价值赎回 但也有可能是at a par 按照票面价值赎回啊 那么一般情况下 在我们考试当中 如果考官没有特地说 我们这个可赎回债券 是discount还是at premium 还是at par 我们统一都默认为 它是按照票面价值赎回 那么也就是每张债券的赎回价是100块钱啊 这个很重要 大家需要记住 好 这是关于我们可赎回债券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基础的点啊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说过了可赎回债券 它的kdat我们是等于irr 来回顾一下我们irr的公式 我们要用两个不同的折线率 分别算出两个不同的npv 将这两组数据带入到我们的公式当中 去求助一个ir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题目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税率 那么我们就计算一个kd 那kd等于irr of the cashflow 那如果说题目明确告诉我们税率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计算一个可赎回债券 它的kdat 那么它们两者的差别就在于 我们要计算一个post-tax cashflow的irr 所以两者的差别 大家注意了啊 我们现金流一部分是我们的每年的利息 另外一部分是涉及到我们的本金赎回 那哪一个跟我们的tax相关啊 只有我们的interest啊 注意了 它们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利息的现金流 好 我们来通过一道练习题来熟悉一下 如何计算我们可赎回债券 它的kdat啊 好 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问的是 what is the current market value of the debt 它让我们算 current market value 是不是算批零啊 好 来看一下 a company has in issue 12% redeemable debt 马上反映出来 12%是什么 coupon rate 好 那么coupon rate是用来做什么的 计算 interest paid 也就是每年 对于这一些可赎回债券 我们需要向投资人支付12块钱的利息 好 那么继续看 with 5 years to redemption 那么这个可赎回债券 我们会在5年后赎回 注意了时间 redemption is at par 考官非常善良 他告诉我们这个可赎回债券 我们是按照 票面价值赎回 也就是每一个债券 它的赎回价是多少 100块 100块 好 the investor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is 10% 这给的是一个什么呀 投资人要求的回报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kd 给出了kd 这个题目当中呢 他没有给 这个题目当中呢 他没有给到t 所以我们就暂时先忽略这个t的一个影响 我们根据已知的这些信息 来计算出我们这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 先来回顾一下 可赎回债券的市场价值 它的一个定义是 未来现金流以投资人要求的回报 折现的限值 所以我们要找到 这个可赎回债券 它未来现金流有哪几部分 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第一年到第五年 每年的利息 那么第二部分是 第五年到期的时候 我们要赎回这个本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year 从第一年到第五年 每年我们需要给投资人支付利息 支付多少 票面价值乘以我们的票面利率 每年12 第二部分现金流 在到期的时候 第五年 我们要将这个债券赎回 怎么赎回 按照票面价值赎回 好 我们找到了两部分的现金流 接下来 以投资人要求的回报 题目是不是告诉我们了 投资人要求的回报是10% 用它来做我们的折现率 找到10%的折现率 这个地方注意了 因为我们的利息是 从第一年到第五年 每年都是12块 马上是不是想到了我们的年金 annuity annuity 那么既然每年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的现金流 应该乘一个什么系数 乘一个年金系数 第几年的年金系数呀 第五年 一共五年的年金系数 用12乘以10% 五年的年金系数 3.79亿 得到了利息的限值 45.492 那么我们的本金数回 因为它发生在第五年 所以我们应该乘以一个 折现系数 所以我们找到 折现率10% 它的DF5 第五年的折现系数 0.621 乘以我们的capital repayment 得到它的限值是62.1 我们将这两部分 现金流的限值加总 得到了107.592 这就是我们这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 不难吧 我们只要把这个思路 给它捋清了 我们就很快的得出 这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 好 我们会算了这个市场价值之后呢 我们再接着来看 可赎回债券 我们如何计算 它的KD和KDAT 好 来看一下这个体干 A company has an issue 10% redeemable debt 马上反映出来 这是我们的 coupon rate 表面利率 用来计算什么 interest paid 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 很多同学在做题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我们的 coupon rate 和我们的KD 混淆 好 coupon rate 用来计算我们的 interest paid 这个interest paid 是我们的相关现金流 好 那么这个可赎回债券 它的时间是在10年后赎回 to redemption 如何赎回 读题的时候 一定要逐字逐句 怎么赎回呀 按照表面价值赎回 也就是我们在赎回本金的时候 这部分现金流是100块 而这一块我们每年的利息是10块 这两个数字我们都要把它写出来啊 好 给出来的current market value of the debt is 90x interest 已经支付完利息的 这个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是90块 好 给出了我们的p0 那么接着看 cooperation tax rate is 30% 给了一个税率是30% 题目是让我们分别计算KD和KDAT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前面我们说了 我们要计算IRR 这个我们不考虑税的影响 这个我们考虑税的影响 它们两者的差别就在于interest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 我们在计算IRR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 与我们这个债券相关的现金流都有哪一些 好 这里我们发现现金流一共分成了三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是发生在120 我们的投资人需要支付90块钱来购买我们这个可赎回债券 所以它第一笔现金流是一个90的现金流出 注意它对应的是我们这个债券它的市场价值 我们一般是根据市场价值来购买嘛 好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现金流 好 第二部分现金流是从第一年到第10年 投资人每年都会收到等格的10块钱的利息 那么到了这个可赎回债券到期的时候是哪一年呀 第10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获得本金的赎回 怎么赎回啊 按照票面价值赎回 所以第三部分现金流是在第10年的100块钱的现金流入 那么找到这三部分现金流出始投资和我们未来的两部分现金流 再找到对应的一个折现系数 当然这道题目里面它没有给出我们任何的折现系数 没有关系 我们在计算IR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自己去自行的选择两个不同的折现率 从而去算出我们对应的present value 好首先我们选择一个12%的折现率 我们将12%的折现系数对应写在这儿 注意因为这是在第0年进行的投资 所以折现系数等于1 而我们的利息是每年都发生的 所以我们要用年金系数 AF10对吧 好12%对应的年金系数 10年是5.650 然后我们是第10年赎回本金 它是乘以一个折现系数 DF10 那么对应的折现系数 第10年是0.322 我们将折现系数乘以我们对应的现金流 是不是得到了我们的present value 将我们的present value加总得到了第一组的NPV 是负的1.3 还记不记得我们IR的原理 如果我们用这个折现率算出来是一个负数的NPV 接下来我们应该找一个使得NPV大于0的数 那么我们要选择一个比12%更低的数 因为折现率越低 我们的NPV就越高 所以这代表的是我们的H 那么这是我们的NH 好定下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比12%低的数 11% 这就是我们的L 好找到11%对应年份的各个系数 这是我们的F10 这是我们的DF10 好乘以对应的现金流 得到在11%的折现率下 我们的NPV 正好是个大于0的数吧 正的4.09 这是我们的NL 好有了H和L 有了NH和NL 把它带到我们的IRR公式当中 最后求出我们的KD是11.76% 好这是我们的KD的计算 好我们讲完了DEP当中的non-traded和traded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Hybrid Hybrid第一个是我们的可转债券 第二个是我们的优先股 好我们来看一看可转债券 它到底特殊在什么地方 首先大家注意可转债券 它是一个可赎回债券 Redeemable Debt 它是一个可赎回债券 只是在赎回的那一刻 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 要么以我们这个债券 它的表面价值赎回本金 要么我们将我们的可转债券 转换成这个公司若干股的普通股 那么我们去权衡一下 到底是以表面价值赎回本金更高 还是转换成这个公司的普通股的这个价值更高 去高的这个作为我们的capital repayment 所以可转债券与我们可赎回债券 它的差别就在 它的差别就在最后本金赎回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个选择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转债券 它的一个特定的形式 好来看一下 对于可转债券 它其实是给了我们的债券持有人 一个可以选择的权利 自由选择的权利 那么至于说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We only convert if the shares is greater than the redemption value of the debt 那如果你是这个债券的持有人 你会不会选择转换 那你就要看 到底我们是按照表面价值100块钱赎回 还是转换成我们的普通股 它的价值高于100 如果转换价值高于100块 我们当然会选择转换了 如果我们的转换价值低于我们的表面价值100 那我们就选择赎回本金了 所以理性的投资者 他一定会在这两个选择之间 选高的一个 higher 注意了 一定是选高的一个 选低的那个就说明你不是一个理性投资者 太任性了 好 他只是在这一块与我们的redeemable debt 有所区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onversion value 我们给了一个公式 是用公司现在的股价乘以一个 e加g的n次方 再乘以一个r 好 注意了 一般来说题目会告诉你说 现在公司的普通股的股价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预计未来多少多少年会以每年百分之 比如说百分之四的一个增长率上涨 那么用p0乘以1加一个增长率乘以一个n次命 那么是不是就得到了n年以后这个公司它的股价 那么用n年以后这个公司每一股的股价乘以一个转换的数量 是不是就得到了在n年以后如果我们选择转换它的总价值是多少 好 这里面给了大家这个公式它的一个诠释 首先p0指的是这个公司current一定是一个xdividend 已经支付完股力的普通股的股价 这个地方是g可能截屏的时候截掉了 就是g那么g指的是这个公司预计未来每年它的股票价格的增长率 而这个r指的是我们一个转换率 那么也就是每一个面值为100块钱的债券可以转换成多少股的普通股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来熟悉一下可转债券 我们究竟如何去计算它的kdat 好先来看一下题目的要求 Calculate the cost of convertible debt 那很显然是让我们计算kdat 好来看一下题干 a company has issued8% convertible loan notes 又出现了这个百分比 这个时候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大家自己在屏幕前说一下 这个8%是我们的什么 coupon rate 用来干什么的 计算interest paid 所以每一个可转债券 我们每年向我们投资人支付的利息是多少 8块钱 8块钱自己要快速的反应过来 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可转债券 which will be redeemed in 5 years 5年以后赎回 n等于5 they are currently quoted at a 82 per 100 nominal 他告诉我们这些可转债券 他现在的市价是82块钱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根据这个82块钱 算出我们这个可转债券 它的一个市场价值 好接着看 the long notes can be converted into 25 shares in 5 years time 给了一个选择 如果说5年以后 我们要选择转换的话 可以每一张债券 也就是面值100的这个可转债券 可以转换成这个公司 25股的普通股 那么给了我们债券持有人一个选择 要么选择本金赎回 要么选择转换成普通股 那么至于说他到底会选择哪个选项 那我们要去做一个对比 哪一个的价值更高 我们就选择哪个 好接着看 the share price is currently 3.5 dollars and is expected to grow at a rate of 3% pa 现在告诉你了 这个公司 他的股票价格 现在是3.5 这就是我们的p0 p0是3.5 并且呢预计 未来每年 这个pa指的是per annual 未来每年 以3%的这个速度在增长 那么给了我们这个信息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在5年以后 公司的股票价格将变成多少 好 然后给了我们 assume 30% rate of tax 给了我们t 给了我们t 好 相应的这个信息 我们全部都已经掌握了 那么我们来整理一下 计算可转债券 他的kdat 首先可转债券 它是一个什么 可赎回债券 那么可赎回债券的kdat 是不是要去计算 他的irr of post tax post tax ashflow 我用缩写 是不是我们要去计算 一个税后的 现金流的ir 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 我们在本金赎回的时候 要去做一个考量 到底是按照票面价值赎回 还是转换成我们的普通股 就多了这么一个步骤 其他与我们可赎回债券 它的计算过程都是一样的 好 给到了这些相关的信息 接下来 请同学们按一下暂停键 自己按照我们刚才上一道题 讲的这个逻辑 来计算一下我们如何得出可转债券 它的kdat 好 大家算完了以后呢 可以来对照一下我们的solution 由于我们是一个可转债券 它在本金赎回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首先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这个可转债券 它的转换价值 我们前面已经把公司给到大家了 用我们现在的xdividend share price 乘以1加g的n4密 再乘以我们的一个转换率 那现在的股价 每一股是xdividend的价格是3块5 那预计未来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 我们的年份是5年 所以3.5乘以1加3%的5次方 然后再乘以我们的转换率 每一张债券可以转换成25股 所以乘以25 得到了5年以后 如果我们选择转换成普通股 我们的价值将变成了101.44 而如果我们选择赎回本金的话 票面价值赎回是100块 很显然我们未来选择转换 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所以我们要给出一个结论 the investor would choose to convert 我作为这个投资者 我也会选择去转换成普通股 因为这个价值是更高的 好 得出了这一步之后 其他的这些步骤 与我们可赎回债券 计算它的kdat是完全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计算IRR 是不是基于我们的NPV原理 首先我们要找到 与NPV相关的现金流 首先初始投资 我们题目是不是已经给到了 这个可赎回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是 每100块钱的这个面值 是价值82块钱 所以发生在IR0 我们这个初始投资 market value是82块 好 那么从第一年到第五年 我们的投资人可以获得利息 那么利息是多少 前面我们是不是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每年我们给债券持有人支付8块钱的利息 但是我们这里要计算IRR of post-tax cash flow 所以考虑利息可以抵税 这个地方我们是用8乘以一个70%吧 看一下我们税率是不是30%啊 OK没问题啊 所以用8乘以70% 得到我们的税后的现金流是5.6 这一块很重要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看你自己在计算的时候 到底你是用8块钱 还是用5.6算的啊 好 那么在最后一年第五年 赎回本金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转换价值是高于 这个债券它的票面价值 所以我们选择转换 在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可转债券 与我们可赎回债券一个最大的差别啊 好 放在这儿我们的转换价值 那么既然我们的现金流都找到了以后 我们要找一个对应的折现率来计算它的present value 题目当中因为没有给到 所以我们自己先随机的选一个8% 好 将8%对应的折现系数列在我们这里 那第零年不考虑折现 第一年到第五年 注意我们立即是一个年金的形式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AF年金系数 第五年吧 好 那8%第五年的年金系数是3.993 然后我们的本金数回 它一定是乘以一个折现系数DF5吧 好 那么8%第五年的折现系数0.681 那么用折现系数乘以我们对应的现金流 得到我们的present value 将present value相加得到我们的NPV正的9.44 好 根据我们的IR原理 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比8%大 还是比8%小的折现率 大家想一想 因为现在我们算出的是一个大于0的NPV 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使得NPV小于0的数 而折现率越大 NPV就会越小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第二组折现率 我们选的是12%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0% 没问题 好 选择12了以后 将它的折现系数罗列出来 这是我们的AF5 这是我们的DF5 好 对应的折现系数乘以我们的现金流 得到它的present value 将present value相加得到了一个负的NPV4.29 是不是恰好满足了我们IR的一个计算原理 好 两组数据我们都找到了 这是我们的L 所以这是我们的NL 这是我们的H折现率 这是我们的NH 将这两组数据带到我们IR的计算公式当中 我们就求出来了 这个可转债券它的KDAT 最后算出来是10.75% 所以大家看一看 可转债券与我们可赎回债券 它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难易程度都差不多 我们要算一下到底是选择转换成普通股 还是选择本金赎回 然后将高的这个数字带入到我们的计算过程当中 最后一年的本金赎回用这个数字 好 这是关于我们可转债券如何去计算它的KDAT 这个地方稍微再强调一点 就是利息这一块 我们的Post Tax就体现在这一处 其他地方都不体现 我们的税对于其他是不影响的 好 我们的Hybrid当中讲完了我们的可准债券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优先股 好 对于优先股呢 大家注意它的这个特点 The preference shares The future cash flows Are the dividend payment 与优先股相关的未来现金流 只有它的一个优先股的股力 并且它是一个interpreting 因为它是一个永久投资 所以股力是持续发放的forever 所以它并不会赎回本金 这是它唯一的现金流 dividend payment in perpetuity 那么想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马上想到了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不可赎回债券 这两者是不是很相似啊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 那么我们优先股 它是兼具equity和debt两个的特性 所以我们才叫一个hybrid 那么它什么地方跟我们的debt很相似 但是呢 因为优先股的股力 它是一个fixed rate 我们的debt是不是也是一个fixed rate 好 所以由于它的股力是一个特定的比例 所以这一点它具有了我们debt它的一个性质 并且呢 我们优先股的股东 是能够在普通股的股东之前获得股力的 这不就是它优先的特点吗 优先于普通股获得股力的发放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考量 我们会发现 优先股 它其实本质上有点像一个 irredeemable debentures 不可赎回的债券 那么这是它跟我们debt相似的地方 但是它与我们debt最大的一个差别在于什么 the main difference 注意了 我们在给这个债券的持有人支付利息的时候 我们的利息是可以抵税的 而当我们在给优先股的股东支付优先股力的时候 我们是从税后利润当中拿出来的 因此我们优先股的股力它没有tax advantages 这是我们优先股与我们的债券最大的一个差别 它不能抵税 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计算优先股的kd 那么为什么我说kdat呢 因为它没有税的影响 所以对于优先股而言 它的kdat不就等于kd吗 它没有税的影响 好来看一下公式 优先股呢 与我们的不可赎回债券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可以直接借用我们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一个公式啊 p0等于dividend除以我们的kd 那么从这进行一个变形 我们要求kd的话 就是用我们dividend除以我们的p0啊 好来看一下各个要素 这个d代表的是the constant 每年都是一样的 constant annual preference dividend 而我们的coupon rate 乘以我们的nominal value 就得到了我们的dividend 注意了一般题目会告诉我们 优先股的这个股利 或者说这个回报率是多少啊 给的是一个票面利率 乘以我们优先股的票面价值 就得到了我们每年 给优先股的股东 发放的固定的股利 好那么这个p0呢 它代表的是xdividend 已经支付完优先股 鼓励的这个股票的市价啊 注意还是用market value 好kd代表的是优先股的股东 他所要求的回报 不考虑税的影响啊 好这是关于优先股 他的kdad的计算 好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就讲完了我们wec计算的前三步 大家回顾一下 在第一步我们带领大家学习了 如何去计算我们equity和debt 它的市场价值 以及我们要求大家在第一步 把d加1也算出来 为了我们第四步计算更简便 那么第二步我们带领大家学习了 dvm模型和capm模型 如何去计算我们的ke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这是我们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 我们带领大家学习 如何去计算我们的kd at 是不是我们将debt分成non-traded traded和hybrid 算出我们各个kd at之后将我们所有这些信息整合起来 就是我们的第四步计算wacc 带入到我们公式当中 ke乘以e所占的权重 加上kdat乘以d所占的权重 这就是我们wacc的一个全部的计算步骤 大家听下来会发现 其实并不难吧 我们只要把每一步都走踏实了 我们的最后一步就是水到渠成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xample3 先来看考官的要求 Calculate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for the entity 让我们计算wacc 好 只要题目涉及到计算wacc 自己在脑海里马上快速的过一下 我们的计算步骤 四步法 第一步计算我们的market value of debt and equity 以及d加e 第二步计算我们的cost of equity 第三步计算我们的kdat 第四步把前三步的这个内容 带入到我们wacc的公式当中 计算出wacc 好来看一下这个题杆 都有哪些信息 an entity ha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n a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给了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概况 好给了ordinary shares of 50 cents 注意了 一旦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权益这一块 ordinary share 出现了这个金额 马上要反映出来 这是我们普通股的票面价值 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票面价值 我们一会儿要计算 market value of debt and equity 那么我们equity的市场价值 不就是用我们普通股的数量 乘以普通股的市价吗 那么数量怎么算 用我们的账面价值 除以我们每一只普通股的票面价值 不就得到了number of shares吗 得到了我们的数量 好除了我们equity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12%的irredeemable long notes 那么不可赎回债券 这个12%是什么 需不需要我再来解释了 大家自己是不是都能说得出来了 这个12%指的是我们不可赎回债券的 票面利率 用来算什么的 interest paid 好那么这个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一个账面价值是1000k 这个是以签为单位的 我们普通股的这个账面价值是2500千 那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一个账面价值是1000 好接着看 the ordinary shares are currently quoted at 130 cents 那么这个130 cents表明这是什么 我们普通股的市价 每一股的市价 一块三毛钱 也告诉了我们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一个现在的市价是72块 the ordinary dividend of 15 cents has just been paid with an expected growth rate of 10% 注意了 我们的普通股的股力已经支付了 那么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个1.3是一个ex dividend 还是我们的一个com dividend 大家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尚未支付 那么这个1.3一定是一个com dividend 而现在题目告诉我们说 has just been paid 已经支付了 所以这个1.3它是一个ex dividend 这个大家一定要能够判断的出来 好并且告诉我们说 这个公司的这个股力 预计未来会以每年10%的一个速度增长 那么大家想给了一个15 cents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第0 然后又给了我们一个g 那不就在告诉我们一会儿 我们的第二步计算cost of equity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鼓励估值模型 是不是这样的 好 然后还给了什么信息 corporation tax is currently 30% 给了一个t 接下来让我们计算一下我们的web 好 我们将这个题目里的信息 都已经给大家解读出来了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的整理一下 接下来请大家按一下暂停键 自己按照我们web的四步法 来分别计算market value ke kdat 以及我们的web 好 大家算完了以后 可以跟我们这里的这个答案 进行一个核对 看一看自己究竟在哪一步出了问题 又或者说 你是不是完美的契合了 我们这里的四步法 好 首先第一步 我们计算我们debt和equity 他们的市场价值 好 首先计算debt 其实我们不论是debt还是equity 我们的市场价值 都是用我们的市价乘以它的数量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debt 我们来看一下 它给到的一个账面价值是1000k 那每一个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票面价值题目 说没说呀 说了啊 它的nominal value是100块 那么是不是用这个1000除100块 得到了我们不可赎回债券它的数量 好 1000除100 当然我们这里还是1000为单位啊 1000除100得到了数量 那么每一个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现在是72 用每一个的市价乘以数量 得到了我们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市场价值720千 同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equity 它的市场价值 题目告诉我们 它的账面价值是2500千 也暗示了我们 它的每一只股票的票面价值是0.5 用我们的账面价值除以它每一只的票面价值 是不是就得到了一共有多少只普通股啊 好 所以用2500除以0.5 得到普通股的数量 再乘以我们普通股的一个市价 1.3 这是一个x dividend 好 得到了我们equity 它的市场价值是6500千 我们说了 一定要算一下D加上E是多少 便于我们第四步的这个计算啊 好 算出来D加E等于7220千 第一步完成啊 好 再来看我们的第二步 因为题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关于股力和股力增长的这个信息 所以我们这里面是确定用DVM模型 来计算我们的KE啊 好 大家回顾一下我们DVM这个模型 是不是用D0乘以1加G除以一个P0 再加上一个G就得到了我们的KE啊 好 将题目当中的各个信息带入到我们KE的公式当中 D0是0.15 增长率是10% 现在的股价是1.3 然后加上一个G10% 最终得到我们的KE是22.69% 好 再来看我们第三步 由于这个题目当中呢 它只给了一个我们的debt 一个要素 就是我们的不可赎回债券 那么不可赎回债券 它的计算相对比较简单 相比于我们的可赎回债券和可转债券啊 所以它比较简单 直接用我们的interest除以P0乘以一个1-T就可以得到了我们的KDAT啊 好interest每年支付多少利息回去看一下每年支付12块的利息啊 用我们的这个100乘以100乘以12%得到每年支付的利息再乘以1-T T是30%除以我们的P0 注意这个地方的P0代表的是我们不可赎回债券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啊 好 最后算出来我们的不可赎回债券它的KDAT是11.67% 好 一二三步完成了以后 第四步我们说过是一个水稻渠成的步骤啊 好 将我们WAC的公式写下来 KE乘以E所占的权重 加上KDAT乘以D所占的权重 将信息带入进去 最后我们算出来 这个公司它的WAC是21.59% 非常的清晰啊 只要大家严格按照我们的四步法 最终我们的WAC是一个水稻渠成的结果 所以每次考完之后 那些学生给我打电话 老师今天我们有考到了这个WAC 非常简单 我们按照你的这个四步法 很快就把它做出来了 基本上不成问题